上次讲到 我正在和杨雪莉 研究这条制制构的布局 和妖塔的位置的时候 忽然见围在火堆旁边的众人 一阵惊呼 声音中充满恐慌和混乱 我急忙转回过去看 眼前的场景 令人敢相信是真的 朦胧的月影里头 只见一头庞大无比的撞马虹 正张牙舞爪似 从千米高空倒下跌下来 撞马虹和普通虹略有区别 由于这种虹的面部 生得有几分似马 看上去十分丑陋凶恶 所以才得了这样的称呼 从我们头顶跌下来的这只撞马虹 在月影里头飞舞着爪 打着筋斗撞在山壁凸起的石头上 发出了一声声惨烈的撕叫 撞骨沟本身是加青坡裂开的一条大裂缝 两侧的山崖陡峭合纱 使得撞马虹在这边的山石上一撞 改变了下坠的角度 撞向了另一边绝壁上面 惊激枯树道 前棍之力是多么强才可以的 立时将枯树撞断 撞马虹的肚也被硬树枝划开了一个大口 还没落到地面呢 就已经被开膛破肚了 夹带着不少的枯树碎石 黑妈妈的一大堆 啪一声 踏了下来 我们下边的人黑得傻了 竟然连鼻都不记得了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有人大叫了一声 快点躲起 后背贴着墙 千万别动 肥仔初一和阿彪几个人 终于反应过来 拉着明叔三个 以及那几个吓得脚仔都远的脚夫 纷纷躲向山壁边缘的古树下面 几乎与此同时 撞马虹的驱体 也撞倒了溝底的地面上 我和杨卓尼距离很远 都觉得一股劲风泊滅 那只红 就好像个重型炸弹一样 震到附近的地面 都跟着震了几阵 再看一只撞马虹 已经达成了红肉饼 血肉模糊一大坨 跟着上空又陆续有不少 松动的碎石跌了下来 正如向道初一先前说的那样 从千米高跌下来的石仔 哪怕只有手指甲那么大 也足以将人砍死 众人紧靠着几棵古树后面的山崖 动都不敢动 这个时候应无处可避 唯有祈求菩萨保佑 好在那只撞马虹跳崖的地方 距离我们还算是比较远的 没有人相望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这个古老的传说 竟然是真的 或者那种神秘的祭祀 又开始了 这个时候 从高空倒下跌下来的碎石逐渐减少 万幸的是无偶和马匹 都并未受惊逃走 就是睁大眼 眼睫睫地在那里发牛斗 正当我们以为一切都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忽然听见肥仔指着高处说 哇 我还没来得及抬头看 已经又有只头上有角的野兽踪了下来 头上的角刚好插入一匹马的马背上 再加上巨大的下聚力 连同我们那匹马都被扔到根节骨断 这个时候才看清楚 岸线跌下来的 是一头昆仑白颈长角羊 先后又有十几只相同的长角羊 从沟顶里跌下来 静梯的马匹都受了惊 几匹马 长丝住争夺僵繩 纷纷从无偶背上约了过去 沿着曲折的撞骨沟 无头无脑地向前狂奔 反映最为迟钝的无偶 这个时候也开始发作 接着马匹跌下来的头向前就跑 牛蹄和马蹄的踩踏声 以及生口的斯明声 顺着深沟逐渐远去 只是留下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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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沉满回声 初一他们刚才正准备吃完饭 喝点酒 然后就在无偶射了物品 所以有些物资还留在无偶射 都还未来得及射下来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那些生姜汁 没有生姜汁就没办法作冰 虽然我们也有预防万一的炸药 但是在冰川上面用炸药 那就等于受星宫吊颈 另外无偶对于藏文来说 是十分贵重 坐日家在当地都算是比较富裕 也只不过是有三头无偶 二十几只羊 如果一次不见了十头无偶 那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我们看头顶没有野兽再跌下来 于是都不顾得危险不危险 分为两对 我和向道初一加上肥仔 抄起武器 立即就出发向前追赶牛群 其余的人收拾一下东西 向后面跟上来 沿着曲折的撞骨枯向前行 地下都是牛马踩踏的痕跡 被踩踏出 不少已经埋入了泥里头的肤骨 这些残骨早就已经腐烂了 就是偶尔能够看见一丝鬼火 这样的灵光在那里闪动 可以想象很久以前 这条溝里头一到夜晚 垂垂白骨之间 四处都是鬼火的恐怖场面 两则重生的杂草 都是有半个人这么高的 一些枯树断腾 混习在期间 更加显得消瘦凄冷 我们向前赶了很远一程 前后都没什么动静 既听不到牛马的奔跑声 又看不到后面队员的动静 我们只要停下来 先休息一会 初一将他装走的皮袋拿出来 三个分别喝了几大口 撞一撞胆 肥仔又闷烟出来 吸了几口 我问初一 撞马虹和那些长角羊 跳崖自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么多年来都没发生过的事 为什么这么幸运 就被我们撞得正呢 初一是零头说 我都有将近十年 没入过撞骨沟 其他人又更加没来过 以前除了古时候的传说 确实没人亲眼见过 我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一来 就会出这些怪事 我们三个商量了几句 又顺着深沟的走势 向前尋找无牛和马匹 我们都知道 短时间之内是追不上的了 又怕着跟后边的人距离得太远 万一有什么变化 接应就来不及了 只要放慢脚步向前走 前边的路旁杂草更加密 向度初一突然警惕起身 对我和肥仔指了指路边的荒草 草丛间有一股奇怪的气味 好像是尸体的腐难夹杂着一股野兽的声丑 臭蹦蹦 味道很阔 肥仔托着运动步枪 我拿着散弹枪 初一手里头去他惯用的涅槍 马上大家都进入了战备状态 准备撥开集园的长草 看看里头究竟有什么 但是都还没等我们靠近 就用草间 喘出一只武郎出来 跃在半空 直撲过来 你一下事出突然又快又狠 站在最前边的初一动作更快 也都没开枪 拔出撞刀 当头就一砍 啥一声 将那头武郎 以鼻尖为中线 齐齐齐地将狼头砍成一两半 当场就死了 我和肥仔都忍不住喝彩 好刀又快又准 初一吓吓一笑就说 当年隔离米打狼工作的队长 你估是随便就可以装的 这头狼想埋伏我们 抵他死 初一忽然将话停住 拿起涅槍 看他的意思 这阵草丛林后面 可能还有其他狼 我们举起枪 拔开这一大团乱草 草后面的山壁之中 露出了一个大洞 里面有无数无庸庸的东西 朦胧的月光照了进去 原来是一头狼仔 都已经吓得缩在一起 在那里里震 可能是武郎 被刚才经过的牛群 吓得害怕了 见到又有人经过 为了保护那些狼仔 于是就撲出来咬人 这儿是狼月 初一向离都是走不离口 这个时候走印发作 顿起杀心 又抽出藏刀 要捐入洞里头 将这一头狼仔 来个斩草除根 刚才武郎突杂的时候 肥仔都还未来得及表现 这个时候 还不争着出风头吗 将初一拦住就说了 好钢要用在刀人上 收拾这些狼仔 用什么这么浪费功夫 你看看我肥子的 说着的时候 兽英从怀里头 摸了沙梅一组的雷管 用口咬着引讯 一扯就点着了 一拼手就劈进狼月里头 我们立刻躲在旁边 没过多久 就听见狼月里头 一声爆炸 然后冒出了一股浪烟 等烟散尽之后 我们进去狼月 进行最后的掃挡 将未死的都补上一刀 这个山洞空间 大陆得人害怕 竟然还有很多 同气的残片 看来是一处隐蔽 在撞骨沟里头的 祭祀场所 但是由于后来 被狼群所占 很多东西和标记 都已经毁了 再都没办法辨映出来 我们在这个洞里头 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鞋骨 有一些还没吃干净 我这样才访言大悟 原来撞骨沟这个 这么特殊的地形 是被狼利用了 由于狼并不适应 在高海拔山区奔跑 很难找到猎物 所以就想方设法 将猎物 赶到沟顶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 是很难发现远处 山坡之中 会裂开一道深沟 跑到的时候 想停都已经迟了 被从草原驱赶到山区的狼群 这些糊涂地卷了进来 哎呀 真是冤灾枉也 初一也都说了 撞马虹面临绝境的时候 疯狂起身 十几头恶狼 都未必对付到他 不过 这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才会是这样 这只撞马虹 可能是想远远地避开 从狼群的正面接触 结果就跌了进来深沟 达成了肉饼 我都想插句咀 跟他们说回几句 但是忽然想到 糟了 在嘉青坡上面 被围猎的恶狼 数量都不知道有多少 他们一定会从我们来的方向 兜回去撞骨沟 因为据初一所说 撞骨沟的前边 是与神罗古冰川相连 那一带的冰川陡峭 只有这条路可以进去 所以狼群回来 拖那些踏死的长角羊 是不可能从前边的方向过来 跑到前边去的模牛和马匹 应该不会受到狼群的攻击 但是我们在后边的人毫无准备 这样就牙烟了 我曾经跟撞地的恶狼打过交道 那些畜生神出鬼没 实在太狡猾 如果明叔他们遭到偷杂 难保不会出事 我将这个想法对肥仔和初一说了 三个立刻调回头 毕竟是人命关天 暂时都不顾得那些模牛 没想到刚刚走不远 就见到灯光闪烁 阳朱利他们已经跟了上来 原来他们听到爆炸声 以为我们遇到了危险 立刻就赶了过来接应 我见到两组人回合 这样才把心放回来 就在这阵时 只见初一已经将枪举起身 他枪口锁置的方向 出现了几头恶狼 那些家伙就停留在武器射程以外的距离 没再向前 夜色之下 只能够隐约地看见他们绿形形的眼睛 和模糊的体型 有武器的人都举起了枪准备射击 我急忙拦阻他们说 这些狼是想试探一下我们的火力 我们只有两支运动步枪 可以射击远距离目标 不要轻易开枪 让他们先走近些 再一起发射 反正我们人多枪多 在山区的狼聚集起身 最多就几十只 只要事先有所防范 都不用那么担心 这个时候 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 毛发在风中飘动 我心中一沉 立即就想起 当年在大凤凰子中的往事 和狼群激战的场面历历在目 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含家富贵 不是冤家就不醉头 想不到一隔十年 一枪就可以解决它了 肥仔笑着说 哎呀 湿湿碎了 胡思玲 你就等着剥把白毛下来做衣服呢 说完 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运动步枪 瞄几下来 瞄准的同时 把手指扣在斑鸡上面 我心头一起 如果可以在这里解决了它 那都算是了却了我的一块心柄 但就在肥仔的运动步枪 随目标移动即将激发之制 白狼已经躲进了射击的死角里头 另外几只狼也跟着躲进了黑暗之中 肥仔骂了一句 哎呀 顶你个肺 不得不将枪暂时放下来 那些狼知道 在那么合级的溝里头冲过来 那只是向枪口上面撞了而已 于是都静悄悄地撤退了 我心里头清楚 他们一定是恨到我们死 现在这样离开 即是暂时退避 一有机会 他们就会何不犹豫地进行攻击 但是我们追又追不上 只要整队继续向前行 寻找那些跑远的无偶 在撞骨溝里头拔射了这么久 人人都觉得疲倦 最终在溝口的一个山坡上面 找到了那些无偶 他们正在吃草 向度初一和五个脚夫 见无偶安然无恙都因起若狂 什么疲劳都不记得了 匆匆地跑上山坡上 我们就慢慢地跟在后边走 等我上到山坡之后 立刻就呆了 眼前的音幕 似乎比天上跌下来一只撞马虹 还要离奇 无偶旁边躺着六个人 正是初一他们 他们都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 正倒在地上全身打阵 第二个都算了 初日这种揮刀斩狼 连眉头都不皱的眼看 为什么都会吓成这样 看他的姿势 不是混乱中环七树八地躺下 而是通着一个方向 面朝下薄在地上 全身急急声在那里震 我觉得就更加奇了 莫非不是恐慌过渡 而是在到膜拜着什么 但是从他们登上 撞骨沟出口的山坡 都做不到一分钟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 可以发生得什么了 我心里头正在想着 脚下加快了脚步 刚刚踏出合级的深沟 立刻就当场呆在那里 只见北面的天空上 亮起了一道霧蒙蒙的白光 光线闪动摇曳 这道奇异的光芒 刚好围绕着雪峰的银顶 一瞬间 似乎产生了如同日月相拥 和合同辉的神圣光芒 这个就是很久以前 我听讲过的 昆仑山中千年一现的玉顶佛光 是有缘的人才见得到的 我亦都被这种神圣的景象所涉伏 虽然我不信教 亦都想立刻跪在地上参拜 这个时候 后边的人陆续上来 还没等他们看清楚 这道神奇的光芒 就已经消失在黑夜之中 明叔等人只是望了半眼 立刻就扔提扔爪 猛金身笨 杨雪莉都望到眼 他讲给大家知道 你们不用后悔 这些根本不是什么佛光 而是云层里头产生了同步放电的现象 雪山下面的云团过后 在夜晚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一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佛光 哪有那么容易撞到 但是初一等人 坚信这些就是佛光圣景 见到的人都会吉祥如意 初一讲给我们知道 这种小佛光 在格拉米尔很常见 不过真正的千年大佛光 要在我们遥远的老家云南 卡瓦伯格雪山才会有 据说一千年才会出现几秒钟 这种圣景比如在十相智在图里头 流传了下来 不可以不信 有活佛预言 在最近十年还会出现一次 到时候会有很多朝圣者 不远万里地来雪山之下莫拜 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十相智在图 在藏传佛教里头 十相智在图 是一种极具神秘力量的图符 它由七个繁文字 再加上日月圆圈十个符号组成 图符中的五种颜色 象征着宇宙中的五种基本元素 水火风地空 十个符号 又象征着人体的各个部位 和物质世界的各个部分 其间有一套复杂的辩证关系 好了 我们讲回初一他们 正说拜过佛光 脚肤都显得兴高采烈 腰壳住将牛马聚拢起身 检查装备物资 所行并没有损失多少 于是又继续走 等天亮之后 找了个地处平缓的山坡扎营 休息他一日一夜 养足精神 再准备入神裸溝冰村 那些恶狼始终都未见中绩 但不知道在哪里正窥视着我们 所以我们一刻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尤其是我们即将要进入一片 更加危险的神秘地域 神裸溝 神裸溝冰村 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低海拔古冰村 最低的海拔只有两千八百米 冰村从两座大雪山之间穿过 延伸到下面的原始森林中 大约有几公里那么长 冰村下面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原始森林 古木参天 生长住数不清那么多的奇花异草 拥有高山寒莫大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进入神裸溝的森林 高原缺氧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我们遇到的新难题也都随之而来 这种地方根本无路 无牛和马匹都无可能从冰村下去 而且还要过一道大冰坑 看来只有将补给营扎在这里 本来的计划 只是留下两名脚夫看守物资 其余的人都负重进入冰村 但是和狼群的遭遇 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留守的人太少 就无办法保护营地和生口了 我不想叫初一他们跟着入山 因为前面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实在是不想连累人 但是初一执意要去帮手 或魔国的妖塔是积聚功德的善事 如果可以成功 初一就不打算送他的小子去庙里头做喇嘛 见到保顶佛光更增添了他的信心 我们商量了很久 最后留下五名脚夫 看守牛马 他们人人都有猎枪 是打狼的好手 再留下一些炸药雷管给他们 那就应该足够可以应付狼群了 其余的八个人组成一对 里面穿着潜水服 外面罩着冲锋衣 戴上登山头盔等等的防护用具 再分配了一下武器和弹药 运动步枪两支分给肥仔和杨树利用 阿彪用散弹枪 初一用猎枪 手枪除了阿香之外 人手一支 背上必要的物资装备 整点完毕就开始出发了 神罗沟冰川的门户 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大冰坎 下去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 都是这四十度和六十度之间的冰坡 捉住条绳 好像舌滑梯那样就可以了 但是回来的时候 恐怕只要出大力气才行 初一将我们带到一个方便落坡的位置 这里大冰坎看起身很平缓 其实里面有很多脆弱的冰凤和冰冻 人的体重一压上去 就会将薄薄的冰壳压破 跌下去下面就会踏死 只要初一当年 同僧人入过神罗沟彩虐约的时候 发现的一条合宅区域 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一些 我们设置了三条长桑 倒入冰坎下面 由初一打头 率先滑了下去 其余的人依次下去 很顺利地就到达了冰坎下面的神罗沟 我下去之后 举起望远镜 向远处看了看 林海雪山 这片冰村应该是属于复合形 主体是古冰村 其中也有各国时期雪崩形成的现代冰村 整片冰村被森林分隔包围 冰流 冰洞 冰沟 以及大冰泊 数不升数 在海拔更低的森林里头 溶化了的冰水 汇聚成溪 哪看得出 绕塔埋在哪呢 这里虽然并非是雪崩的危险区域 但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发出太大的动静的 大声点都害怕着 吓死银色的雪山神明 所以向导初一建议大家 将武器的保险全部关上 在未得到安全确认之前 谁都不要开枪 如果有野手袭击 我们就用冷兵器来对付它 我们沿着冰村进入森林 边走边参照地营 轮回中直到几百年前 还曾派人来过这里进行祭祀 或者会留下一些遗迹 据那本《轮回物经》上面讲 具体的位置应该在四座雪山环绕的冰村里头 那里就是物中风水里头所讲的凤凰神功 在森林里头走了大约两日时间 这一日继续走 路上初一和我们讲了一些神罗沟的传说 还有他当年里头彩虐的经历 在佛教传说当中 这里以前是一片来陆海洋 海底里头只有一只巨大的海螺 变化成了妖魔 发力通神 附近的生灵饱受荼毒 直到佛祖用佛法将海洋升腾为陆地高山 才将它降伏 海螺摩神 愿意归于佛门 最后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 而他成佛之后 留下的海螺殼就化为了这个古老的神 螺沟冰村 这个传说并没有任何经书记载 可能都是前人作出来的 不过这都很符合普通佛教传著的特性 佛教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宗教 不管什么妖什么怪 只要肯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 所以在佛经传说中 吸纳了很多各地的魔神作为护法 讲经的时候 就走到一处大冰箱前面 蔡一叫大家停下 指着这个冰箱就说了 前边那块冰板 刚好是在冰箱的下面 冰箱上面在那里雪山的煮风 十几年前 我在上面 发现了一棵八十八味珍珠灵芝草 于是想爬上去窄 但是这里的地形绝险 不单止灵芝草没有窄下来 还差点打死了 你们想找的四座雪山围绕之地 前边就是了 我上去踩跃的时候 亲眼见过的 这里对好有四座巨型的雪峰环绕 格拉米尔的雪山很多 东一座西一座 连在一起的就不容易找 我知道的就是得这里而已 但在这个盘地里面 我以前都不敢进去 因为传说这里是灾祸之海的中心 我们进去的时候都要加倍小心 我都看出来 这里的气象非比等限 但在这座大雪山上面的积雪 即刻就深生寒意 好在冰川双甲的林带很阔 绕过冰雹 从森林里头穿行移入 只要不出什么太大的意外 都不会引起雪崩的 森林的尽头 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冰川 海拔突然升高 冰川在雪线以上 看个样子 在几千万年前 这里不是高山冰湖 就是一块高山盆地 四周果然 有四座规模相近的高耸雪峰 这里就是天地之脊骨 龙顶 供奉邪城的妖塔 很可能就凍结在这片冰川之中 众人见到终于有着落了 都振奋起精神 逼不及待地向前赶 想一股酌气 在天黑之前找到九层妖楼 这里的冰滑漏异常 就像镜面一样 阿彪我一向生活在南方 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 从你都没到过 走得稍为快点 就接连扑了几次街 达到他 被龙骨都快断 只好叫肥仔和初一 夹着他一起走 正话想继续走 我一点人数 糟 不对 韩淑南见了 这座冰川上面 全部都是冰逢和冰斗冰漏 如果真的跌了下去 那就大劲了 冰斗还好办些 跌了就冰漏 那就连撩都没办法撩了 而且冰上没有足跡 想顺着沿路找都不容易 但是你说如果在大雪山下面 叫他的名字 那又不行 阿香又没有透视眼 能够看到冰层下面的情况 大家只要留下阿彪在原地等 其余的人散开队形 按来路走回转头找 然后改变角度 换了两个方向 先发现一个被踩烂的冰斗 这里所说的斗 就不是我们所说 倒斗的斗 这里所说的斗 是一种地理的专用名词 是指冰川 村里头的空洞间隙 形状似盘如斗 我用狼眼手电筒向里头照一照 这个冰斗深有七百米 汉叔那正跌向里头昏迷不醒 我们低声地叫着他的名字 但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偏离了路线 明叔见老婆跌在下面生死不明 在上面急得吞吞转 我劝他不用太担心 这里不算太深 又穿着全套的防护服 最多是跌下去的时候 受惊过度昏了而已 下去将它拉回上来就是了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我收拾成索准备下去 杨雪莉向里头 劈了一支冷烟火 以便看清楚地形 免得踩烂了和他相连的冰锋 没有想到掉下去的冷烟火 照亮了冰屈的四壁 众人向下一看 都啞地大喊了一声 太不可思议了 想知道我们看到什么的话 那就请你下次继续收听了